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四 早上的11点19分 涨109点 今天行情很闷 虽然涨 可是指数从开高之后 就在涨130到100点来来回回 30点里面 从开盘到现在 涨都是好事 可是我跟大家讲过 量要出来 今天是比较好一点 昨天2600亿 今天预估量2971亿 那这种量都还不够 都要再加强 大盘已经面临18000点的压力了 今天最高来到17960点 要往上冲 用爱揣 我前几天跟大家讲过 还会再拉高一次 会再冲一遍 可是在冲的过程中 留爱揣 否则面对之前 4000亿的套牢 前面7月份的时候是6000亿 所以量如果还迟迟不出来的时候 操作上要小心谨慎 有些涨高的股票 要做一些动作才行 所以这两天量要特别注意 好 昨天欧美股市又继续涨 连涨第二天了 冷气第二天啊 道琼涨了261点 纳达克涨1.1% 费城报道提涨0.9% 德国涨146点 所以欧美股市能够跳脱疫情的困扰 那这个对于全球股市的多头 是很大的一个助力 所以在这么好的环境之下 台北股市两倍刷 真的很可笑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分布 今天成交量因为钱不够 资金主要集中在电子股 电子股占了75.2% 韩股昨天还有10% 今天剩下7.8% 那钢铁股就不用讲了 礼拜一的7% 今天剩下一%而已 所以钢铁股 没有量就没有价 今天钢铁股呈现更弱势 航运股好歹都还有7% 可是7%对于航运股来说 真的是太少了 目前长龙阳明都在平盘 万海也在平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国际海运股的行情 其实国际海运股很减哦 你看昨天德国的赫博罗特 大涨6% 喷出去创历史新高 很强啊 昨天马士基也涨0.85% 也创新高 也创历史新高 今天亚洲的海运股部分 山井涨了2% 创这一波段新高 虽然离历史高点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今天山井创这一波新高 也有冲出去的味道 游船今天涨2% 也创这一波段的新高 那川崎比较落后一些 因为川崎在这一波 日本的海运股里面 最高的 目前涨0.14% 大陆的中原海运 今天涨了2.5% 所以可见得国际之间的海运股 最近这几天都很重低的 都很强势 那反而台湾的海运股 因为钱跑掉了 所以反而行情动不了 连续这几天以来 长龙都一直维持小幅度的震荡 因为量一直在缩啊 今天反而只剩下 29,000张的成交量而已 阳明剩下21,000张的成交量 那这种量缩到极致 指标 快要黄金交叉 在大盘补量的过程中 会不会突然冲出来 还是很有机会 因为国际海运股太强了 所以下半场长龙扬明 会不会有补量的走势 可以特别注意 今天资金的大本营在电子股 我们来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联发科目前涨5块钱 1795张 1795张没座 重量要去解前一面的套牢 25,000多张的套牢 这改不开啦 这个解不开 还要再加强 所以我们在前两天 1090卖掉 今天还是这个价格 今天联永量 2948张 2948张也不够 虽然目前涨了7块钱 可是2000多张的量 这边量的套牢是3万张的套牢 撒板定有套牢 所以接近540元 量迟迟出不来的时候 要小心 不要去过度的追 今天台积电涨了5块钱 对于大盘的贡献 占了42点 占4点 那台积电 量也是很少 可是年限铺在下面 反而 大盘1万8的冲锋 台积电能不能单钢 这可以特别注意的 台积电这波完全没有涨到 那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你这时候做台积电 贪不及 台积电 往往都留到最后 再冲关的过程 才会有表态的机会 那其实昨天晚上 ADR部分表现还是很强势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ADR的部分 连续两天 台股在美国挂牌的ADR 表现都很强 昨天台积电又涨了3.2% 日月光也涨了1.4% 奇景光电更大涨到5% 那连电涨了1.8% 所以ADR大涨 能不能点火台北股市 台积电连电日月光的行情 可以值得注意 那连电间105.5 成交量已经比昨天的4000张 几乎增加一倍出来了 但以中400多亿的股票 7000多张还不够 可是黄金交差出现了 下半场日月光有没有机会拉台 因为毕竟今年美股获利 有机会挑战到15块钱 北米只有7倍而已 最后落后补涨的机会 有没有机会出现 昨天我群联卖掉了 昨天群联卖掉 今天量就说得很小 涨很多了 见好收也是不错的 今天反而低价股跟小型股 很多投机股 你看金宝也是 很多投机股 最近市场派的主力 动作比较频繁 动作比较大 中股票你个人在做的时候 小心啊 你如果真的要做 底算就好 短线就好 今天连帽大涨 因为公司出来讲话 有时候老板愿意出来讲话 那么对于整个股价表现 就相当于吃着大力丸 那连帽老板表示 明年业绩会更好 所以上市公司 上市贵公司的老板 有时候经常出来 表态公司的看法 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说 会有很大的一个鼓舞 你看今天六四八八环球经也是 老板就出来讲话 对于公司未来看法 提出乐观的表态 所以环球经间 老板一加持之后 大涨五% 那连带的整个细晶圆的部分 中美金 同一个老板啊 同一个集团 一起被带上来 对 合金一起被带动 所以公司愿意出来表态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可是起关了 不要再去堆了 涨高就不要再去追了 今天经济 昨天大涨之后 今天开高就杀低了 那昨天我们获利先出掉 来到半年线 又报大量 先买的拉到定期就好了 今天日本的两家 十英元件大厂 表现也都还不错 今天大真空涨了5.6% 电波涨了5.8% 所以十英元件在日本市场 今天表现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所以经济如果压回 支撑在105元 你想要买的人 105元有来 如果有来的话 可以特别注意 元太监涨了3.2% 元太监涨了3.2% 这人戟太高了 已经长太高了 戟得84门了 长到140了 今年每股获利大概4块钱 4块钱的获利 北比已经三十几倍了 太管了 尤其离年限太远了 中股票要小心 不要过度去追 先比特币干练股 小型的部分 二线的比特币干练股 小型的 清云 利台 印太 精英 最近连续两天 都有不错的表现 那反而一线的 华硕技嘉维星 就比较动不了 所以最近行情资金 有跑到小型 投机股的现象很明显 那技嘉我们已经卖了 因为量一直在缩 所以涨了一倍了 等下一波吧 见好收 华硕本位比还很低 会不会最后冲出去 我个人觉得机会是很高 你有的就把它留着 这要拨拨拨拨拨拨打去 也拨不上哪里去 今天新谱 也有要补涨的味道 国具今天又大涨 连续第三天 连续第三天 所以前几天跟大家谈过 国具今年股价还负的成长 就算今天股价还负成长8.2% 加权指数年成长21% 那呢 加权指数今年成长21% 国具今年业绩成长66% 股价反而负成长9% 这样就不对了嘛 这样代表什么 代表法人手中持有国具 今年账上是 赔钱货 是拖油瓶 所以到最后法人作账阶段 中股票更是刻不容缓 把账化美面 账化美化拉抬 更是很重要的 你看今天创新高了 476块 476也便宜啦 今年每股获利46块钱 本一笔也不过才10倍而已 昨天外资买国具 买了2281张 所以国具最近会再挤我 会有加速补党的机会 可以特别注意 所以最后法人 作账阶段的时候 你要尽量去找这种 法人赚大钱 股价还严重落后的 当大盘量一直出不来的时候 涨高的股票 要见好收 要逢高收 所以最近操作难度上 有比较高一些 尤其指数在供18000的阶段 那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现在有年度最大的回馈活动 税末588 我要8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一起来合作 我们的负责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